台湾中国时报快评说 歹是口罩赶路中 菜当局经济主管部门向林征收所有一劳口罩调读分配 民众扑空买不到口罩的情况反而越来越严重 菜当局行政主管部门发言人 Kulas Utaka说是因为民众有预期心理才让口罩上架就被扫光 但从菜当局喊花药大众不用巧买 七斤才短短两周 口罩酒精等就买不到 显然是对菜当局口惠不实的政策缺乏信心 防疫视同作战非常时期使用非常手段 在台湾确诊新型肺炎手力境外移入的个案后 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就很快告诉台湾民众 目前台湾岛内备有超过4400万副外科口罩 193万副N95口罩 请大家勿许恐慌也不必囤积 苏贞昌大话出的太快 过年期间多家口罩工厂出现排队抢购的人龙 击溃了民众对苏的信任 尤其菜当局宣布征收医疗口罩 据台媒报道 台湾访务部门2月2号开始投入兵力进驻口罩工厂生产线 每日约400至600万的产量 全部由台当局统一调控分配 民众好奇惨一周 菜当局态度就有180度改变 更惊讶4400万副口罩 一期间销售一空 到底被谁买去 这样的疑问当然促成全民抢买的预期心理 为避免口罩恐慌造成执政危机 抢救口罩似比疫情蔓延来得受关注 菜当局经济主管部门大动作 在脸书对民众心战喊话明确地列出物流送货时间 但苦等一晚民众还是落空 也在后期口罩究竟被谁买走 尤其菜当局要在现有口罩工厂 加开62条生产线 增加的人力物力成本 要业者自行负担 这对原是口罩输入地区的台湾如此的应急做法 业者是否买账又令人质疑 不换寡而换不均 当下口罩之乱 关键不在产能而在分配 新北市长侯永毅说 菜当局因公布配送标准 因为越公开越透明市民才会安心 毕竟官员有公务用口罩可以取得 小老百姓可没这种权利